新任隔人一字排開 出席AI內閣新聲音 但眼下準處發部長黃彥南 新官都還沒就任 卻傳出腦石河 媒體披露 正式正風內部信件 白紙黑字寫到因應新部長上任 要求各單位在五月十三號之前 修改官網頁面 只要內文提到本部部長 一律得改為時任部長唐鳳女士 而這不免也被解讀 難道有意將矛頭指向唐鳳 所以我相信在交接的過程 新任部長跟離任的部長 都會有非常妥善的溝通 但我相信述法部 從唐鳳部長 那轉接到他現在 他也稱為老師的新任部長手上 都會有很好的無風接軌 內閣新就任陸續接棒 但五二零還沒到 挑戰一裝接一裝 總統立法院可以決定電價嗎 包含藍白聯手 前一天將電業法 四十九條修正案 禁復二讀 也就是電價審議委員會的決議 因於一個月前內 宋立院審議後實施 綠營批評是立法 民進黨因為意識形態到現在還堅持他 這樣錯誤的政策造成民眾全體民眾受害 不只民進黨停不進去 商業大佬也說重話 電價審查會承擔漲價壓力 如果得經立院同意不如解散 綠營更批評民眾黨比藍營還藍營 民眾黨應當好好去思考 要不要繼續被一人綁架 所以我們覺得非常的遺憾 國會的香港話就是沒收了討論權 如果連討論議案的權力都未沒收 那台灣的民主何在 電價動漲引發朝野攻防 台電營運更是左右為難 靖新聞早合報導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